喂 师兄 我前些天在这书里头 有看到两句话 说 治水不用石头堵 手拿一把开山斧 避水剑 锋芒出 万民皆降服 这说的是什么呀 哦 那个呀 这说的就是大禹治水 这开山斧和避水剑呢 就是当初它呀 治水的法宝 这大禹治水 正好就是遥顺时代的事 各位 话说 在遥顺时代呀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是发生了大水患 那真是洪水肆虐呀 天上的雨是连绵不绝 河川的水也是泛滥成灾 这汪洋大海呢 更是一坡接一坡的 逆流道观啊 涌进了大地 那到处都是蛇龙野兽 人民呢 那是四处流离 一居无定所呀 不过在帝遥的时候啊 就已经派出了一位 叫滚的大臣 去治理洪水 这滚呢 他就用堆积土石的方法 来阻挡洪水 不过是怎么试都不见效 试了好多年啊 还最后还是失败了 于是在滚去世之后呢 顺野继承了地位 就命令这滚的儿子 继续来完成这项艰难的任务 这滚的儿子呢 就是这一位治水英雄大鱼 咱们俩啊 当初可是跟在大鱼身后啊 辛苦的过程啊 咱们都看到了 他呀身边拿了三样离不开身的法宝 哦 是一卷河图洛书 一对乾坤开山符 和一把黄龙碧水劲啊 对了 蓉儿 我记得当初大鱼 那一对开山符 是不是送了其中一把给我们呢 不如我这么找出来 给各位开开眼 好啊 师兄 你就坐这吧 我呀 去找就行了 你把这段故事说给各位听听 就交给我就好了 哎 哎 蓉儿 哎呀 我那师妹啊 就是这个样子 哎 不过这也好 趁现在就把这大鱼之水 说给各位听听吧